淡宾回应旗下上百只产品一次控仓 仓位是比较低 大概在10%左右 市场有消息称 斯牧大傲淡宾一次控仓 上百只产品净值几乎零波动 第一财经记者电话联系了淡宾 淡宾回应称 仓位应该是比较低 大概在10%左右 什么情况 斯牧大傲淡宾一次控仓 上百只产品净值几乎零波动 今年以来 股票市场大幅震荡 斯牧基金浮亏严重 在投资端和客户端双重压力下 部分斯牧选择降低仓位应对 券商中国记者发现 斯牧大傲淡宾旗下上百只产品 一次控仓或清仓运行 斯牧还排网数据显示 自3月以来 淡宾旗下产品均一更新了三次净值 但几乎所有产品的净值波动都趋近于零 而其他更新净值的斯牧产品 受3月市场大跌影响 均出现大幅回撤 据此推测 可能早在2月底 淡宾就已经大幅降低仓位 而上一次淡宾一次控仓 还是2018年下半年 不过 当时短短半年后 市场就在极度悲观下 启动了长达两年多的牛市 淡宾也大幅提高了产品仓位 净值不断攀升 斯牧还排网数据显示 截至3月11日 百亿股票斯牧仓位指数为78.46% 环比下降2.28% 创出年内新低 据券商中国记者了解 多家明星斯牧近期召开客户沟通会 安抚投资者情绪 景林资产总经理高云成表示 最困难的恐慌阶段已经在上周发生 对于那些经历了周期 且保持或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 当下应重仓买入并长期持有 作为中国老牌私募之一 东方港湾几乎经历了股市所有的危机 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 和2013年2014年的白酒危机 以及2015年股市大幅波动 2022年市场超预期回调 淡宾再度遭遇考验 这一次淡宾似乎采取了 与2018年一样的应对策略 券商中国记者发现 淡宾旗下上百只产品 疑似控仓或清仓运行 私募还排网数据显示 自3月以来 淡宾旗下产品已更新了三次净值 但几乎所有产品的净值波动都趋近于零 比如 成立时间长达6年的代表产品 马阿松一号 马阿松二号 过去三个净值周期中的净值变动 负0.47% 0.61% 成立7年的利德汉景的净值变动 景负0.07% 负0.21% 马阿松八号净值变动 也就负0.12% 0.21% 东方港湾蓝天基金净值变动为负0.14% 0.07% 其他产品大多如此 延续三周净值几乎不变 然而 过去三周是A股 港股波动最大的周期 其他更新净值的私募产品 均大幅回撤 不少产品单周净值回撤5% 甚至10% 按照东方港湾的净值情况推算 可能早在2月底 蛋斌就已经控仓或清仓运行 部分产品仅剩下个位数的极低仓位 最终幸运地躲过了3月份市场的大幅波动 而上一次蛋斌一次控仓 还是2018年下半年 以成立7年的利德汉景为例 在2018年底的多个月份中 其净值变动几乎为0.2019年初 市场就在极度悲观下 启动了长达两年多的牛市 蛋斌也大幅提高了产品仓位 净值不断攀升 蛋斌曾在2008年遭遇摇斩 此后蛋斌对产品的风控更加谨慎 因为自己可以扛住暂时的浮亏 但客户往往难以承受 在低位赎回会导致客户和公司双输 3月23日 在东方港湾成立18周年的纪念日上 蛋斌首度披露了公司资金规模 称目前东方港湾管理规模接近300亿 对于公司取得的业绩与波动 蛋斌也表示 尽管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 2013年至2014年的白酒危机 以及2015年股市大幅波动 但总体而言东方港湾的长期伙伴和友人 有了更美好的生活 当然此刻 经历了自2015年16年顺境之后 2021年2月之后 东方港湾A股与港股投资又一次经受了考验 这已在侧面验证 蛋斌将仓位降至极低的程度 带领投资者度过了最恐慌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2月底 蛋斌宣布旗下所有累计净值低于1元的产品 将不再收取管理费 待净值回升至1元以上再收取 蛋斌表示 这一决定或使公司收入减少近1亿 给公司经营带来压力 蛋斌曾表示 在时间的玫瑰里五曾说 如果我投资做不好 一定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 而绝不会是因为我的人品 我保证 有行业人士表示 作为头部百亿私募 蛋斌此举颇有担当 免收管理费彰显了私募管理员负责的态度 避免恐慌性赎回损坏持有人利益 不过 过去两年 东方港湾投资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挑战 2020年上半年 在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光 但逼逆时加仓 打光所有子弹 成功抄底后 这一年 东方港湾的业绩十分亮眼 下半年各大渠道的资金蜂拥而至 东方港湾的管理规模 成功突破百亿大关 一路飙升至200亿 甚至最高到400亿 但高光背后往往跃寒着危机 然而 2021年初 虎市却快速见顶 高位募集成立的一批产品净值快速回撤 去年5月 但宾旗下就有某产品触及预警线 2022年 由于市场超预期的下跌 私募行业更是一下入冬 但宾也不例外 今年2月初 东方港湾旗下合计有50只产品净值 跌破0.8元以下 还有6只产品净值跌破0.7 其中一小部分产品触及预警线 2月11日晚间 但宾在微博发声 目前我们产品都有做好相应风控 净值相对维稳 我和交易部始终保持谨慎应对 私募还排网数据显示 截至3月11日 百亿股票私募仓位指数为78.46% 环比下降2.28% 创出年内新低 其中59.74%的百亿股票 私募仓位超过八成 12.70%的百亿股票私募仓位低于五成 显然市场仍需更多信心 近期已有多家明星私募 近期召开客户沟通会或者致投资者信 中欧瑞博吴伟志在日前的策略会上表示 我也不知道最终跌到多少 但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一定会有下一个的牛市 投资者的情绪在亏钱的时候变得更悲观 在赚钱的时候变得更疯狂 景林资产总经理高云成 在周三线上客户沟通会中表示 今年一季度大概率就是股市最艰难的时间 从流动性和预期的情况看 最困难的恐慌性抛售阶段应该已经在上周发生了 极端预期在边际上扭转 市场即将寻找业绩底部 对于那些经历了周期 且保持或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 当下应重仓买入并长期持有 保牌百亿私募淡水权 在近期的路演中也指出 全年市场不具备持续雄市条件 年初草整奠定了 今年接下来预期修复的主基调 预期修复也将以渐进式的实现 从一至两年时间为度看 当市场出现不同机会的蔓延和街表现 投资者情绪由悲观转为乐观 不排除出现指数层面系统性机会的可能性 希瓦资产梁洪则发布置投资人的一封信 就过去一年不佳的业绩 给大家造成暂时的亏损 以及自己各方面有过的错误 给所有投资人道歉 百亿量化巨头明洪投资称 据我们所知 国内主流量化私募管理人 在今年市场波动期间 均没有主动降仓 这主要是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 及对自身策略的信心 据悉 明洪所有产品在这段时间均为净满入状态 其中对冲系列产品分据自身风险敞口系数 有不同比例的加仓 3月中旬基本已处于历史峰值 而量化多头系列产品 本身就是满仓策略 和海外以对冲产品为主流所不同 国内主流量化产品是量化多头 策略特质之一就是满仓 这套主流产品线 恰恰是市场做多的中间力量